他们的地位不如狗 吃的是带有蟑螂的猪食 住的是阴暗潮湿的地下矿坑 看似是老公 实则是奴隶 女人则被八光衣服检查身体 在众多男人面前肆意的观赏 这便是二战期间 日本强征的老公和为安妇的真实写照 老李是一名乐团的团长 他正带着女儿乘坐从釜山到日本下关的运输船 希望能在日本源源发财梦 然而船还没靠岸 就有一小队日本兵上了船 不由分说对着众人开始了暴打 他们将老李的女儿强行拖下了船 面对手持武器的日本兵 老李没有丝毫办法 接着他又被赶到了矿场 所有人的物品都不得不上脚 其中一个违反规矩的人被暴打 听到日本兵里有熟悉的韩国口音 心慌的老李仿佛抓到了救命稻草 他赶紧偷出介绍信 给同为朝鲜人的劳务组长大久看 联盟解释说 自己是乐师不是劳工 不应该出现在这里 说这边将老李使摘下来 希望他能帮自己找到女儿 说完老李便开始证明自己 带着队员展示了一波才艺 而这吸引了军舰岛所长的注意 和日本人的欢呼 副所长听了演奏也觉得不错 让老李再来一首 但即使老李表现出来的才艺再好 也没能挽救他被强征为老公的命运 他被脱光了衣服 赤裸着身体接受检查 强制剪掉头发 撒上了消毒粉 广播中宣布着极其不平等的劳务合约 看似有薪水 攒够钱就能出去 实则永远不可能 老李看着宿舍铁栏杆前走过的狗 回头再看看自己住的地方 自己甚至不如那条狗 甚至吃的饭里竟然还有蟑螂 老李干的比驴马还多 这一天 老李从矿坑中结束一天的工作 所有人都变成了黑猩猩一样 老务组长大久因为一点小事 就对朝鲜同胞大打出手 出手比日本人还狠 同位老公的崔七星表示不服 他找来老李做翻译 他要和大久单挑 谁赢了就做朝鲜人的老大 副组长觉得不错便同意了 还用妓院钱票做起了妆 澡堂肉搏猛难打架 拳拳倒肉 崔七星打败了大久 但是却没有如愿当上老大 但所有老公的心理都将他当成了新的老大 老李为了向他表示友好 带着乐队对崔七星开始恭维 另一边 老李的女儿 素机问身边的女人阿珍 去工厂为什么要检查身体 阿珍没有回答 而是被按在了病床上 她仿佛任命一般 表情十分麻木 像是知道自己接下来的命运 女人们检查完则被直接送进妓院 但在路上却遭到了日本人的羞辱 朝鲜女人们被化好妆换好衣服 送到所长的晚宴上陪课 素机也在其中 小小年纪的他被吓哭了 男人们面目猥琐动手动脚 这让素机的情绪一度崩溃 现场音乐响起 素机一听 发现是自己演唱的歌曲 于是冲到舞台中央连忙解释 最后他还用他唯一会说的一句日语高喊 众人听了也跟着高喊起来 素机的多才多艺让所长十分喜欢 当晚便带他见到了父亲 澡堂的一幕让老李知道 日本人总是喜怒无常 即便是见到了女儿 他还是不敢上前一步 只能远远地看着 此时他的心里却五味杂沉 不过却仍强颜欢笑 逗个女儿开心 一个日本人正在暴打女人 崔七星正义赶爆棚出手相救 随后把他带上了楼 阿珍以为他也是来享受服务的 联盟开始脱衣服 崔七星阻止了他 阿珍点了根烟 开始回忆起在中国的经历 那时的阿珍每天都要服务很多的人 日本人将装病的女人放在钉板上 折磨得血弱模糊 阿珍试图喝药自杀 却被军医给救了回来 日本人给他吻了此轻 1945年7月 日本节节败退 战斗已经到了最后关头 据说美国研制出了威力惊人的新型炸弹 准备投送到日本 朝鲜透公五英借到任务 渗入军舰岛 营救一个重要人物老尹 老尹被日本人抓到后下落不明 最近在军舰岛被发现 很快五英假扮劳工发现了老尹 巧的是 第二矿坑发生意外 运煤车失控 冲下隧道砸动了电线 漏电的电线点燃了瓦斯 造成了剧烈的爆炸 为了防止爆炸影响到其他的矿坑 日本人当即爆破 封锁住出口 准备活埋所有的朝鲜劳工 矿坑为众人只好设法自救 他们试图挖到第三矿坑 五英在两个矿坑的连接点放上炸药 随后趴在板车上 众人合力将他拉回来的时候 他立即扔下火把 两个矿坑被打通 所有人获救 医院里的老尹激情了演讲 要求官方拿出补偿和预防措施 这眼的所有朝鲜人都欢呼叫好 五英和老尹互相确认身份后 开始执行下一步的出逃计划 这天老尹被交到办公室 所长提出要将宿机送给领导做干女儿 他看着女儿心中充满了不舍 但面对日本人他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 直到五英找到他 这才让他看到了一丝希望 五英找老李帮忙搞电报房的钥匙 作为交换 老李希望把他和女儿也带走 这天在工作之余 老李剪下一段电影胶片 往电报房的钥匙孔里吹面粉 等日本人去过电报房之后 他将所有的钥匙偷来 找到了被面粉标记的钥匙 然后将钥匙加热 拖印在了胶片上 一套流畅的动作 钥匙就这样复制成功了 当夜五英用钥匙打开房门 和运输船上的朝鲜偷工取得了联系 出逃的这晚 五英发现了老隐不可告人的秘密 原来他在电报房 发现了一本朝鲜劳工的工资明细表 他发现大部分的钱都没有到老公的手上 而是被老隐和所长私吞了 面对质问 老隐还想狡辩 但看到账目上的签名和手印 五英对自己的猜测毫不怀疑 此时老李带着女儿赶过来 老隐诬陷五英是美国间谍 让老隐赶紧去告发 就在老隐犹豫不决的时候 老隐的名冲了进来 绑架了宿机 局面变得复杂 五英当即将账本摔在众人面前 希望能够揭露老隐可耻的一幕 就在五英处决老隐的时候 美国投下了炸弹 军舰岛瞬间变成了火海 人们纷纷逃出建筑 准备钻进地下坑岛 慌乱中老隐捡起了账本 老隐则几枪放倒了五英 转头杀了知道了真相的信徒 又到处找牢里准备灭口 矿空洞口的日本兵 只允许日本人避难 朝鲜人被堵在外面 只要硬闯就会被击毙 炸弹在人堆里引爆 场面极其惨烈 军舰岛随时变成一片废墟 副所长趁乱掐死所长成功上位 当即决定处决所有的朝鲜人 销活一切对日本不利的证据 朝鲜奸细这天怀恨在心 杀害了一个日本少女 并嫁祸给了崔七星 崔七星被奸细大九用电影折磨 但他抵死不从 并扬言要将大九砍成两半 另一边 老隐开始配合副所长股东众人 说战争已经结束 只要所有人都下矿 劳动最后一天 就能拿到工资回朝鲜 大家陷入了狂欢 而此时五英站了出来 说出了一切真相 劳里此时也站出来作证 见识不妙 老隐想要逃走 五英制裁了老隐 开始分析局势准备逃走 众人各有分工 爆破组负责制造炸药 武器组负责制造燃烧瓶 商员把榻榻米拆下来做盾牌 女人们则把布条做成了长绳 阿珍则带人解救崔七星 并顺势洗劫了武器库 五英带队拿下了运输船 老隐则带着姑娘们 分散巡逻兵的注意力 随后用冷兵器解决了堪船的守卫 空气十分安静 众人爬上运输带 翻过墙 抓着布条下降到船上 在黎明夜色的掩护下 老弱傅如走在前面 虽然下降的很慢 但还算顺利 直到日本兵放了一把火 这才感觉到安静的诡异 巡逻兵注意到了举着盾牌的伤员 五英立即开枪将其射杀 所有人暴露了 警报声响起 燃烧弹照亮夜空 一大批日本兵赶来 看着身边的同胞一个个倒下 所有人的斗志被激发 老李组织众人 抬起被炸断的运输带 太重了 根本无法直接架到墙上 日本军旗被他一把剪开 做成了简易的绳索 老李赶紧招呼众人使劲拉起 墙内是地狱 墙外是生路 老五组长大九站在日本人这一边 崔西兴近身后 对着大九一阵暴打 但他也身中数枪和阿珍死在了一起 日军突进到朝鲜人内部 开始无情的射杀 一枪一个 五鹰一个飞夫救下了老李 大理所长先开枪 打老李再打五鹰 顺手抓住了宿机 随后五鹰砍下了大理所长的头颅 日本兵舰老大都死了 便放下徒刀停止了战斗 雨下的朝鲜人顺利登船 离开军舰岛 踏上了回家的路 远处一道金光刺破天际 正儿御龙的巨像 穿破了空气 世界变成了黑白 而金色的蘑菇云成为了唯一的色彩 所有人都站了起来 索机一步步的走向船船 这一刻战争真的结束了 据日本官方统计 二战期间 中国有700多名劳工参死在了日本 而真实的死亡人数根本无法确定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也是最好的清醒记 在1931年9月18日这一天 中国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日本人在我们的土地上肆意的掠夺 不断吞噬着我国的主权和领土 时间无法洗刷 鸣刻在灵魂中的伤痕 我们必须回顾历史 认真思考历史 以历史为鉴 勿忘国斥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